各位大家好 這是一款HDMI的錄製盒 非常方便哦 只要將你的HDMI訊號 輸入進去之后 然后呢再連接你的 USB的記憶卡 比如說這樣連接上來 然后另外還有一路是HDMI輸出可以連接電視 然后你看到這紅色按鈕就按下去 就開始錄影了 這個是藍光的dvd嘛我把訊號灌給他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同時的觀看電視 也可以做錄影 紅色的按鈕按下去 錄影了這邊有沒有看到錄影 那我今天要抄襲這一款 我也要做類似這樣的盒子 這個盒子啊他只能夠吃這個 HDMI的輸入 那如果今天是那個 USB webcam進來可不可以 比如說這個 羅技的webcam啊 那我把改良也可以吃webcam 好那如果說今天吃ab端子呢 像這種是 早期的ab端子的這個cctv的攝影機 那可不可以吃 我把改良他也可以吃ab端子 sdi的訊號進來 sdi的攝影機訊號進來可不可以吃 我要把改良都可以吃 所以輸入的訊號 我把改良成ab端子可以吃sdi也可以吃 還有 hdmi可以吃 還有usb webcam也可以吃 輸出呢 你看這一款啊他只能 在電視上輸出 我把改良 除了電視上輸出之外也可以在ipad顯示 ipad也可以當成一個螢幕啊 我的這個ipad當螢幕來使用 好 經過剛剛的解說之後 最後抄襲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你看哦 這邊有一路是webcam的輸入 webcam輸入你就可以吃 什么邏輯攝影機啊 什么usb攝影機 那hdi的訊號怎么办 很簡單嗎 你就接一個這個 大陸這個 台幣200塊的hdi的擷取卡 插上去之後不就hdi輸入了嗎 那sdi怎么办 sdi你就接一個sdi的擷取卡嗎 那ab端子怎么办 ab端子就買一個ab端子的擷取卡插上去嘛 輸入端解決了 那輸出的地方呢 你看哦這邊有個hdmi的輸出 他可以接電視 那這邊有個iOS的地方 他可以接ipad ipad啊就可以當螢幕使用 除此之外我還在增加了影響功能就是 他有多一個webcam的輸出 webcam的輸出能干嘛 你在邊看的時候邊錄影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連接到電腦 電腦干嘛 比如說你可以連接google meet啊 還有pc的obius studio 好啦我們現在實際操作一次給你看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 hdmi訊號進來輸出就接電視 然後這邊可以按錄影的動作 好那我今天要把這個東西把它改良過來 把它改良成這樣子 這個是 訊號來源 我就改成一個ubc webcam input 那怎么吃是那個 hdmi的訊號你就接一個這個便宜的200塊的結局卡 接進來之後 然後這個 dvd的來源就接上來 然後電源 接上去 那hdmi的輸出呢就接電視螢幕 這樣子好 看到了吧對不對好啊因為這個東西是有版權的 我先把它關掉 這樣子好 然後呢這個電視也可以接啊 電視我就接這個webcam的output 接到我的pc pc上面比如說你打開這個obs也是會有畫面的 打開來 好 那麼我要錄影嗎 你看這個錄影的地方 把這個三星的記憶卡把它接進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按 紅色地方開始按錄影 這邊就有個紅色燈 如果在閃就有錯沒關係我們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他就持續 穩定的紅燈 表示就可以錄影了好吧 你看哦我現在是已經有點很像了你看 這一款他只能夠 hdi 輸入 hdi 的輸出 然後錄影好就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 hdi 輸入我就接一個 200塊的結局卡 然後呢輸出我就接這邊 那 接 obs 這邊就這邊有個webcam output 那也可以錄影 一樣 然後我們這還有多一個ios的功能 ios就是讓你的ipad當成一個螢幕使用 那當然除了ipad之外 你也可以用iphone iphone的話因為他是lightning的接口你就要用lightning to usb3轉換器 那ipad usbc的接口就用usbc hub這樣接進來 然後將usb線接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好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哦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你就先看那個 這個設定這邊 然後有個以太網路 看這邊 有出現的172.20 13.169就表示可以了 我們有兩個app一個是ubc player打開來 那我們真的播放一個給你看一下我們撥一個沒有版權的 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個app是media link switcher打開來 用你的手去控制這個app 他有一個功能就是上 下 左 右 右 好我們先看最基本的 我們先按 左邊 要新增視訊來源這邊按加 啊視訊來源就是i capture按下去就有了就這樣子 那當然啊這邊還可以做很多的 pip 啊什麼什麼的比如說第二個來源我是來自於 手機的鏡頭啊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用手去就切換 12 3 4 啊這邊也可以做拼圖嗎你可以在自己再增加啊 比如說大的是 1 小的是2這樣子完成 好那我們到這邊的時候他就是 pip 這樣子 好啦我們先跳這一個然後看全螢幕 那你也可以做直播啦 就是按直播 啊直播當然要先設定啊你要去跟你的 什么臉書啊youtube做連接嘛你自己慢慢玩 這app 免費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是使用的就只能720p的直播 啊所有的功能都開放的 你就慢慢玩好這樣子可以 ok 所以同一個時間點啊 ipad可以當螢幕或者是直播 電視可以顯示 obs可以顯示 可以直播 還可以錄影在你的這個記憶卡上面去 大概就這樣子 現在我們錄影的是HDi的畫面就跟這個一模一樣 HDi的輸入然後呢同時在電視上顯示 只是我們多了在ipad上當電視還有在obs 這次做這個直播使用 我們接下來看說啊如果你的訊號是ab的攝影機怎麼辦 好啦比如說像這一只 ab的攝影機那怎麼辦呢 那很簡單啊 就只要把剛剛的這一個的擷取卡 換成這個 ab端子的擷取卡 你可以買那種很便宜的那種大陸那種easy cap 100塊台幣的擷取卡也沒有問題啊只是畫質會爛了一點倒是真的目前啊 這個webcam input的地方 我採用的是HDMI的擷取卡 那我現在要錄ab端子的時候我只要換成這個便宜的 ab端子擷取卡 但是這只的效果很差這一只 你可以用好一點啊 沒關係我只是示範給你看用這樣子擦上去就可以錄以ab端子了 好我們試一次給你看 把這個給拔掉 然後呢連接這個ab端子 然後呢 視訊來源就給他接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 是不是就有畫面 畫質很爛啊這一只 那你電腦的obs呢你就是把它關掉再開啟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好他這畫質很差了 好那如果今天換成這個sdi的攝影機怎么办 那如法炮製嘛就是將這個 sdi的訊號 連接到這個 sdi的擷取卡 這樣子 然后呢最後就將這個sdi的擷取卡 連接到這邊的webcam input 連接進來 好這樣就有畫面 好看到了吧 那obs再關起來 開啟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要用這個是羅技的webcam 不一定是用羅技webcam啊你有可能是用到什么usb的文件 那些攝影機 這羅技webcam只是一個代替而已啊 什么usb的那個 什么内窺鏡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就只是一個示範而已示意而已 哈囉就這樣子你看 都有畫面 哈囉 太近了就會有回音啊 好 好 這一塊啊就是usb攝影機的轉換器 我的輸入來源啊 就可以非常的 開放你可以用 hdi的輸入來源 你可以用sdi的視訊來源 也可以用ab端子的視訊來源 也可以用usbwebcam 因為他是標準的uvcwebcam的輸入嘛 那他的輸出呢有 hdmi的輸出 就接電視有iOS的輸出就接ipad ipad或者是iphone 要干嘛 當成電視螢幕啊或者是在 上面做直播使用 然后他還有一路的是usb webcam的輸出 就連接到電腦 電腦的obs啊google meet啊skype啊一些線 一些視訊 軟體都可以使用 以上是簡單的一個做一個簡介謝謝大家